澎湖县警局刑警大队接获献报 台湾地区有毒销利用澎湖为毒品转运 昨下午出海在澎湖外海附近 查获一艘准备交易毒品的大陆的泉州 集渔船明龙渔运60894 监警起初分装20块重达506公斤的 安非他命先驱原料绿甲麻黄碱 约值1亿元 警方连夜将大陆渔船及船上 5名船员押借回港澎湖地检署生 押阳姓船长等5人 警方指出 绿甲麻黄碱为制作甲 及安非他命先驱原料制毒 其成由传统制作方法 需三阶段7天 缩短为二阶段4天 且制成容易较无臭味 刑则较低 隐藏市区不易被发现 绿甲麻黄甲制安非他命的达成率 可达8到9成 是目前新型态走私毒品方式 据了解 这批安非他命毒品原料已运入台湾后 只要再做一个制成就变成安非他命 至于外销还是进入台湾 检警仍在调查台湾安非他命小盘价格 约在一公斤 一百多万元 近年来 多小弱或利多 安非他命大多会转运到日本 纽西兰澳洲等地价格会再翻涨10到20倍以上 澎湖县警局指出 昨天下午在澎湖外海查获大陆及渔船 敏龙渔并60894渔船走私毒品案 现场起出数量 唐大安非他命先驱原料绿甲麻黄鉴重共506公斤 并百货陆及船长阳南52岁等5人 检警持续追查涉案台湾及接货渔船等共犯 全案将扩大侦办 警政署长陈嘉青或其后指派刑事局建市中心派人 一早搭机西带拉曼检测疫情来检验 经检测后确认为安非他命先驱原料绿甲麻黄鉴 澎湖警方廊捷大陆及渔船走私安非他命毒品先驱原料绿甲麻黄鉴506公斤 记者流星军翻社分享澎湖警方廊捷大陆及渔船走私安非他命毒品先驱原料绿甲麻黄鉴506公斤 经上午周开记者会 记者流星军翻社分享 澎湖县警局昨下午出海在海峡中线附近 查获一艘准备交易毒品的大陆泉州及渔船明龙渔令60894间驱起初分装20块 重达506公斤的安非他命先驱原料绿甲麻黄鉴 警方连夜将大陆渔船及船上5名船员押解回港 记者流星军翻社分享澎湖县警局昨下午出海在海峡中线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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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获一艘准备交易毒品的大陆泉州及渔船明龙渔令60894间驱起初分装20块 重达506公斤的安非他命先驱原料绿甲麻黄鉴 警方连夜将大陆渔船及船上5名船员押解回港 记者流星军翻社分享澎湖警方连夜大陆渔船走斯安非他命毒品 先驱原料绿甲麻黄鉴506公斤 记者流星军翻社分享 赞 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